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的经文 下面我们要讲到 揭示大阿罗汉众所知识 后面的解文是 阿罗汉一含三意 一应供及启示果 二杀贼及破恶果 三无生及不磨果 富有未解脱、聚解脱、无疑解脱 三种不同 今世无疑解脱 故名大 又本世法身大事 事作身文 正此净土不思义法 故名大也 崇佛转伦 广力人天 故为众所知识 哎呀 大家来看 偶一大事真的是一个 禅风的 灵力这样的痛快之节 来讲这个 净土的根本境界 所以我们学起来 也觉得真是一目了然 层次分明 啊 这里的大阿罗汉 众所知识 我们分开来看 前面讲到的大阿罗汉 是指他的位 他所证的位字 已经进入到罗汉的极点 啊 了生脱死了 那么后面的众所知识 是赞叹他的德 前面属于位 后面再探他的德 德行 啊 众所知识 那这里如果说 从英国的角度上而言的话 前面讲到的比丘启士 功德圆满 就成为硬工 杀贼的功德圆满 啊 就这个破恶的功德圆满 就能够杀烦恼之贼 大家要听明白了 这是杀烦恼之贼 不是起杀行犯杀戒的啊 杀贼是杀烦恼之贼 就是破恶圆满的果报 啊 不磨圆满了 出了三戒 了脱生死 再不来此受生 就叫做无生 这是罗汉的三个意思 但是我们后一句 可能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要不然能够明白 富有 会解脱 聚解脱 无疑解脱 三种不同 但是这里的罗汉叫做无疑解脱 无疑解脱来讲 那肯定是最究竟的 最圆满的 那我们什么叫做会解脱呢 大家知道 从会就是会上 以你这个无漏的观会 刚才讲到了观空性的这个智慧力 比如说你去修法 咱们都知道修法 依照自己力量 开始要修什么念处呢 修什么念处 对 修四念处 你不如一个处观身不净 我们现在因为一直在 给大家 红 修净土 可能有时候对这些 我们说起来也干巴巴的 真正大家用这个智慧力去观身不净 比如说观我们所有的这种觉寿 我们的境界 每一天这个心念上的这种前流 全是一种寿 是苦的 观寿是苦 或者你就观这个心是无常的 大家心是不是无常 女众的心更是无常的 速度非常快变的 这样翻手为诱 覆手为语 你观自己的心 明远这块还是这样的 过一会儿要成那样 那你就观心无常 观法 这个无常法呀 如果你观好 真的能总结出来一些 人生的真谛 无常有数量 不仅仅我们说是 这好像无常呀 就是变得境界不一样了 或者怎么样 无常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迅雷不及言 做不了主 这两天还跟善师们聊天也说起来 我们觉得想一下这个事 决定一下 那个 这个事 以为自己很有掌控力 其实是 特别是大事 咱们根本做不 你根本做不 我们所能做主的是什么 就是从这个做不了主 这个无常法中 你能把新能都做得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不断用智慧这样透彻这种状态 相续这种状态 那么它会有智慧产生 产生的慢慢 如果你能把戒死烦恼断了 关成这个 就是断货正争 把烦恼上断了 解惑生死了 就叫 慧解脱 这讲到的慧解脱 把烦恼上断了 那么这个 具解脱是什么呢 就是说 不但它有智慧的观照 它在世上面 修的时候呢 它慢慢有了禅定 不是光明白这个智慧之地去观 而且它在观照同时 它有了禅定了 能够离这个烦恼障 还能够离解脱障 比如说入到灭情境 灭情境叫什么 又叫灭受想定 那么这些烦恼烦恼这些 就不会启动了 这样的情况下 就叫做 具解脱 可是这里 会解脱和具解脱呢 还不是最殊胜的 最殊胜的是什么呢 是无以解脱 就是通达一切法 智慧现前 不简单是通达佛法的三藏十二古教法 包括释出世间法 天蒙地理 人体性能力等等 这些你都能够给人决疑了 可以表达为 就是什么都知道 大家看过 遇到过这样的高人 你跟他讲 全场好像他不学 啥也没看出他怎么去学 但是你跟他讲什么 你把这个原法给逗出来 他就这方面跟你偷偷不绝就讲 而且借着这个原法 他能够教化你 让你明白过来 让你在行善 断恶 这个关空 都能够业力引上道 这就叫 无以解脱的功能 叫无以解脱 那么这里呢 这些是无以解脱 所以叫大汉 我跟大家讲 就是这三种解脱呢 还有一种说法 又叫三种念处 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稍微用一点时间了解一下 否则 以后再碰到这种词的话 你自己心可以解不开 一个叫做什么呢 信念处 也就是这里讲的会解脱 就是他只修四念处 或是修三十七道品 断获正正了 他没有禅定 这就叫做信念处 本性的性 自性的性 还有一种叫做共念处 就是不但信念处的功德具足了 还有三位禅定 与四念处共修 所以修到这个共念处的这个 这种行者呢 他就有功德出来 比如说他能够具足三名 因为没有禅定的话 他没有神通嘛 三名是什么名知道吗 就是俗命名就知道了过去世的事 天眼明能看到障碍之外 然后漏境里面 这叫三名 我们常说的三名六通 明必通呢 层次要更为高一些 这叫做三名 还要去做八解脱 去做这种功德 才叫做共念处 因为他有禅定的功夫 八解脱这个才清空啊 又叫八贝舌 听到没 八解脱来讲 你比如说有一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内有色想 观外色想解脱 内有色想 这个色不仅仅光 极限于九色才气的色 包括物质 色受想形成的事 那么你对这个物质的想念 引发了贪心 你就得观这个 外面来观这个物质的这些 种种不清净 使这个贪心不断的升起 那么你不断的观 不断的观 就叫做内有色想 因为你内心来讲 对物质有贪婪 对吧 那么观外色 那你就从这个物质下手 比如说桌子 比如说外症 比如说山河大街这些 都是砖石瓦砾 都是不究竟不清净的 是我们的漏夜所感的 还能引发你这个颠倒的 这个贪心升起 那就是要反观 慢慢能够得解脱 这就叫八解脱的 其中的一个就叫做 内有色想 怪外色想 解脱 比较色 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了 记不住不要紧 还有一个叫做 内无色想 怪外想 解脱 这是什么意思呢 好像比刚才那个高级 高级到哪里呢 就是他心中已经把自己 对物质的这个贪图呢 控制住 不起了贪念 但是呢 他不断的说服自己 观照自己 我一定要把对物质的这个 这个贪念什么呀 要控制住的这个心呢 反而又成了障碍 特别坚定 又摆除不出来 因为又生存之中了 说我不能对物质产生障碍 这就包括我们大家平常用过修行的也是这样 啊 好像说在用功 在断烦脑 把烦脑给收拾的 不知道要怎么怎么样 其实越收拾越害了 就是这个状态 差不多 比原来更加坚固 我只参与进来更加的 其实修不好 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毛密处在哪里 还是其实对物质的贪念 知道吗 因为他贪念太过了 他又觉得我应该控制住 结果又不断的控制又过了 其实源头还是对物质放不下 那么就要更进一步的 不断的观想整个这个物质 整个这个世界的不敬烦 烦恶 使贪心永远无法升起 这种解脱就叫做内无色想 观外色解脱 内无色想跟前面的区别在哪里 他明明知道自己对物质有贪 他控制不住 这里是我想控制住 可是控制的这个欲望 越来越强 还一样 我能听明白我讲的 就是这样的意思 叫八解脱 有这么八种状态 还有一种状态 比如说这个就是叫做 静解脱身作证具足处 就是一星比如说观想光明 观想清静 观想包括极乐世界的七宝石 八公岁等等这些 这就叫做什么 慢慢他观想这种静色的时候 不是咱们这漏列的这种色谱 那么他心地里就什么 就不起掺心了 就证明自己的心性来 就已经没有染污 已经是解脱了 这就叫做身作证 已经到了这个层面了 具足这个解脱的功德了 所以他的观想圆满了 安住在这个观想的智慧禅中 这就叫原解脱 所谓总统这些 这就叫八解脱 具足的三名八解脱 就是修这个共念处来的 也就是咱们这里讲到的 具解脱来的 那么这个无仪解脱 叫做什么 叫做原念处的 就是各种因缘中 他都能够让这个念处产生作用 能够通达世主世间法 能够决断重义 这个时候呢 就像这里的大阿罗汉 他就有一种功德叫做什么 能够破外道 为什么 因为你破外道 你得知道外道说些什么 对吧 这怎么个修法 有外道很厉害呀 甚至他的学说 比你这个哲学都多 那怎么办 就需要他这种叫做原念处 也就是咱们这讲的无仪解脱 他可以破一些小外道 还可以破神通外道 因为神通外道 是有漏的武通 他没有漏净明 也没有漏净明 前面讲的三名 这个八辈子 八解脱 他没有这个漏净明 他只有外道的这种通 前五通 那你这个原念处 无以解脱的罗汉 就必须破他 为什么 因为他这种通你也有 但是你有漏净 他没有漏净 特别是当时还有外道 叫做唯陀外道 他通达四唯陀典 就是整个天王地理 各种这种宗教之书 这种智慧之书 他通达 那么你要去破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这个无以解脱的功德 这里欧伊大师解释说 这里的大就是因为他具足了无以解脱的功德 你看这里又本身是法身大士 试作声文 这个就讲到这里的大阿罗汉 因为他们呢 都是破了无眠的法身的菩萨的别名 引去了本来的面目 就好比像舍利佛 过去舍利佛早已经成佛了 叫青龙陀佛 我们叫阿弥陀佛 他叫青龙陀佛 就那个青色的龙 就是那个龙飞凤的龙 青龙陀佛 试现的 所以叫做法身大士 试作声文 干什么来着 为了证明净复法门这个不思义法 所以叫做大 这是他的为 那这里讲到的德呢 就是他的众所知识的功德 我们常听知识这两个字吧 听不听呀 知识常跟什么连在一起 善知识 从佛转轮 就是随着佛 来转这个法轮 为了广路于人天 大家都知道法轮 法轮有什么功德呢 一个是像轮子可以碾碎一切的烦恼 把所有的烦恼都给碾碎 一马平川 二一个法轮就像车程一样 可以运在这个烦恼的 这些叶力凡复到解脱的彼岸 所以大家常念法轮常转 法轮常转 那它有两层意思 那你要碾碎这个烦恼怎么办呀 你得使劲呀 使劲去闻思修 使劲要正念助兴 使劲的念佛 你不想念就要念 你不想往生就要说服自己 你不想往生是错的 是夜上现前了 是烦恼辅助了 不能够专一的修行 今天想等等那个 明天想等等 你就要告急自己 你修行是为了什么 你是为了知识学的多吗 是为了宣扬自己 看的经书多吗 还是怎么样 还是为了真的把这口饭吃进来 要使劲 这才能够碾碎 不使劲碾碎 这才叫段方 那么你要承载也是这样 你看这里讲到的 从佛转门 就是随着佛来转门 佛心包太区 亮周华界 我们也要这样 要想法设法的 让众生得度 让他生信心 让他修法 要引领他 一样的往这走 往西方极乐世界走 这才叫做 车程的用在这个包容要大量 想法设法你要发心 你不发心的话 你不会有想法设法 可以信 所以我们都要把这些文字 换成自己的发心 动机很重要 动机很重要 因为人家剧图了这样的动机 所以才称之为众所知识的善知识 这才能叫善知识 大家知道善知识是有几个点的 第一个 这个为什么尊称它为善知识 它一定是有益于我的道业 如果没有道业 天天拽着你去造业 这不叫善知识 叫恶业 恶知识 那么第二个 他要教会你什么叫善 什么叫恶 层次非常丰敏的 我们现在善恶至少你 世间的善恶你要明亮 那还要出世间的善恶 世间的善恶 告诉大家 是包容在这个道德和戒律的这个层面 可是大家要知道 出世间的善恶要超越这个 出世间的无为道业 有可能不在道德上 当然不是让大家破坏道德 就是断善修恶 不是这样的 可是你真正要出世间的 你不断要断恶修善 你还要把善恶的对待性要灭掉 否则能包不了这个 只能包不了善 你包不住恶 你行不了恶法 你在恶法中 你一定是动了恶行才能行恶法 那什么叫做真正的善恶呢 善恶法中 你都不动 没有善恶的分别 这才叫出世间善恶 这个更为重要 要教会你 要教会我们怎么去操作 怎么入到这个道理面 这才叫善知识 交给我们这个法 所以出世间的善恶法更重要 这是解脱道 而这里为什么叫做 揭示大阿罗汉 众所知识呢 他还有这一层 那如果说我们从世间法来讲的话 这个善知识至少说他学的比你多 对不对 他的知和识 要一般人所不及 才能叫善知识 你看我们世间的工艺里面也有 学一门记忆 对不对 你就是世间的 不要说我们去工作了 去在哪个行哪个业里面 那都有善知识 我发现有时候你看北京人 那个年代过来的 他学个什么流水线 或者机床上面操作个什么 他都有师傅 也叫师傅好像是吧 嗯 但是是那个哈 司机师傅的师傅 不是一日终身 终身为父的父 现在我微信上 我要是双子 师傅您好 就那师傅就出来 我也懒得多了 累太多了 为什么 因为一打字 打一个诗 就跟着这个佛 他就懒得再打 有时候不是阿弥陀佛 是阿弥陀佛 就给你打字 就打过来 错了一大堆 大家知道他的见识 人所不及 这才叫做善知识 这样的善知识 才能具足众所知识的功德 什么叫做众所知识呢 一个 他能够施的本地分光 开了屋 所以他这里众所知识 二一个 他能施的众生的根性 什么人来了 兵来降狼 谁来准备 非常惭愧 现在我只能 你来了 念佛吧 只有这个宝本 任你根基来了 我这个不会害你 那其他人 大家想想 如果不识争气的话 有些对的话 让错的人听了 就让他起烦了 这就不叫善知识 大家听明白 就是很多生的话 被浅着人听了 他听不进去 反而捏着生话去做去了 也会发来 所以为什么这里讲见 唯有这个法门 又不会委屈了谁 又不会害了谁 那再一个 这一些人呢 人家聚到一起来 都是什么 互相知根知底的 叫做众所知识 互相知根知底 你们了解吗 不了解 就是一看说 你是舍利佛 其实是兴隆佛佛 在你的国土里怎样怎样 这个人可能是又一尊佛 他们两个相互都知道 然后其他的人不知道 听法的以为 就在咱们这个苏佛国土 就在印度 就在齐桓京蛇 结果人家已经通通透透 都知道说 你是从哪来的 我是从哪来的 两个人托子在那 哈哈一笑 我相信在座的诸位也有 你们在这个拜天上坐着 他在那个拜天上 你还知道说 他在哪个国土里正在讲经说法 唐隋宗多少 正法几节 他也知道你 在哪个国土里面成了佛 在哪个国土里面做上手菩萨 在哪个国土里面 视线成个乞丐到处要饭 甚至跟着强行给我点 给大家送福听 都不知道 然后就我一个人傻乎乎的在这 还以为我在讲话 这是众生 国土 菩萨功德 都不可随 你说我们能知道多少点呢 就光阿弥陀佛 我佛真生不可良呀 你想想他到哪里他们变现了 他们真的都不知道 这也叫做众所知识 就是他们互相之争之计 咱们都被骗了 到了极乐知识世界就明白了 所以一旦往生以后 才能称之为众所知识 那真正的要知道这个知识来讲的话 自性无漏才叫做罗汉 我们每个人都是罗汉 但是现在自性有漏 不分男女 不分凡圣 自性无漏才叫罗汉 自性不迷就叫知识 善知识 大家每天我们的修行中 你能观察到自己的自性 没有迷媚 那么你就是自我就是最大善知 所以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大善知 一样的道理 这个我们了解一下 下面开始就要说这么多的人了 看到了吗 十六尊者 我们先把这个经来读一遍 长老舍利佛 墨河墓建连 墨河迦舍 墨河迦尘 墨河迦尘 墨河迪士罗 黎伯多 周历盘夺齐 南陀阿南陀 罗和罗 交返波齐 冰陀罗 波罗多 佳流佗伊 墨河迪兵 国君罗阿诺罗陀 如是等 诸大帝 看到了吗 一开始是讲的长老 大长老 我们先把经文这样的 依着偶艺大使的 讲的这个观点 大长老 有几个条件 那么最基本的 我们常认为是什么 就是要年龄高 对不对 年高嘛 因为年高 为什么叫大长老 年高 见多 食果呀 大家知道吗 在佛法上他积累够了 越变了世世沧桑 就跟徐昀老师当时讲到说 坐月不是吧 几个朝代 多少皇帝 他就经历过 我们现在没有这个经历 就没有这个德行 经历多了德行就出来了 就能够慈悲 智慧就见了 你看我有一个师兄弟 他就说了 他说师兄弟 我以前呀 就觉得说 说是这么说呀 那个心上 没这个 胸怀 但是最近两年呢 他生病生的比较多 一直请假 也没办法在常住上发心 然后呢 就是去医院成了家常变化了 他说哎呀 自从我生病以后 他发现说真的有加持力 为什么 他什么事他都不太那么计较 而且也能理解别人 别人有脾气 或者什么他能够理解 觉得说 为什么他心烦 他能够光荣理解 自己有什么事也能放下 不爱争 也不爱说非得要 变成青红皂白 或者争一口这口气 他说没有用 为什么 这就是生病的功能 这也是一种经历 所以大家知道 经历多了 就在出成果 就要大了 所以一定是他年龄比较高 那么还有一种智慧比较深 也叫做长老 这不就不在年龄上论了 他能够照料明白佛法 照料法性 有的人他虽然年纪短 可是他跟道是天然相应的呀 这就要知道 修行不是一辈子来的 读个书你都已经到了 到了今生读已迟了 何况修行 智慧的积累修正 他不在年龄上的 为什么有的出家的小师傅 你跟他聊一聊 他的智慧非常高 为什么 投胎转世来的 咱们汉里没有这种转世灵统制度 有的话到处都是灵统 为什么 他生生世世这些曾经的祖师爷们 这些大修行者们 他高僧 你生生转世往哪转呀 他姻缘在哪呢 还不在这儿吗 可是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体制 但是呢 这些智慧生的正义的效果 长老 他具足这个功德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这个福气大 福气大你很大的福报 可是大家知道福报在佛门来讲 不是让你去想福和损福 知道吗 不是让你去想这个福 去削这个福 那就叫吃福了 可是你要知道修佛修到位了 它能代表装填供养法 福气大的人 见了就想供养 你供养他拿到手 你看他的手都这么厚 你生出来这个有五个坨 你看见不这样的手吗 那一种福气啊 捏一下软绵绵的跟佛的豆磨绵长 有的老婆上是这样的手 知道吗 所以这也是什么 福气大 堪为福田 能够让大家受用 他能撑起在你的供养 这也叫做长老 所以年龄高 智慧生福气大 这些统而言之 才能称之为长老 大长老 那这里开始讲到了长老 我们从史丽佛开始 看解文 这讲到的舍利佛 是什么呢 首先介绍说德辣聚尊 德就是德行 辣就是他受戒的年代 比较久远 受完戒安居过一年 增一辣 以德辣来看 那么名为长老 下面看是生子 尊者 身文宗中 智慧第一 这是指的长老舍利佛 又叫 他妈妈叫做救鹿鸟 因为漂亮 所以他的辩才 生下来以后 七天就能通达过 所以叫智慧第一舍利佛 这个我们不给大家细讲了 因为在此之前 好像我们也有过设计 我们主要是讲余陀经 余陀要解 后面给大家总会一下 具体这些大家想知道的 下面去查一下也行 像这个穆连尊者 神通第一 上面讲的穆连 墨和穆建连 叫做大采书师 这个书呢是斗类的意思 就是他们祖先那个时候 修法的时候呢 爱吃这个东西 以这个为供养 所以就是这么 传统下来的 他叫穆建连 最早正的阿罗汉 得救神通的 就是穆建连 那么隐光尊者就是加设 生有金光 传佛心应为粗主 投驼行地义 就是加设 因为他修苦行 过去的时候呢 跟那个贫女啊 一块装佛像的金了 所以九十一节 不受这个贫穷报 隐光是什么意思呢 隐光尊者就是 谁跟他站一块 你身上再那么有光 都比不上他的光 他的光就把你的光给盖住 这就叫做隐光的意思 文士尊者 婆罗门中 论义第一 文士就是 墨河加沾言 他因为辩才无暗 当时在这个佛的 地子里面叫做论义第一 那么大西尊者问答第一 大西尊者是谁呢 是舍利佛的舅舅 知道吗 舍利佛的舅舅 又是不是就叫做常壮凡志 就是他为了 他这个外甥呀 被佛给收得出家了 他为了把舍利佛 怀在娘肚子里的时候 他们两个变 他就变不过 变不过他妹妹 那么他就出去学法去了 回来的时候指甲都这么长了 都忘了捡了为了学法 回来 总会找他外甥变一变 这外甥被佛给出家了 他后来又去找佛变 结果还找佛变的时候 佛说你是怎么个道理 你说说 说我这个道理说 没有道理 什么东西都不受 不认见真的有一个道理 什么东西 什么道理我都不受 我是以这个为道 佛就问他说 那你这个道理你受不受 就问他个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受的话 就跟他自己什么道理都不受 就有违背了对吧 如果他说不受这个道理的话 那自己的这个 什么都不受的道理 你受还是不受呢 佛一句就把他给问出 就玩完了 所以最后被佛变得出家了 就叫做 这个大 大西尊者 问答第一 那么这个新秀宗者 是李伯多 是什么呢 无捣乱第一 因为他正得照见五云皆空 就是 胳膊团都被鬼给吃掉以后 到处找他 我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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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说 一切仿佛 就正到了 这是李伯多 周历盘陀节是什么第一呢 是什么第一 一池第一 大家看到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最盾的那个盾根 就是周历盘陀节 最后没办法了 在佛的弟子里面都混不下去了 要自杀上教 最后佛叫他说 你就念这个扫把 就念这个调扫调扫 念了前忘了后 念了后忘了前 两个字都这样 结果人家七天最后用功修行 成道 这就叫做 这个 祭道尊者 为什么叫做祭道呢 他哥哥在路上生的 他也是在路上生的 为什么那块印度的闺女啊 嫁出去了 生孩子要回娘家生 不能在人家那生 结果回去的时候 两次兄弟俩都已经 就是来不及了 就都生在路上 哥哥叫做这个大路上生的 他叫做小路上生的 所以叫做祭道 祭就是祭是他哥哥 也在路上生的意思 这印度人起名字太怪了 喜尊者是佛的弟弟 荣夷第一 是什么 就是南驼 长得最漂亮的那位 结果最后被佛带到天上去了 他舍不下他妻子 带到天上去看见天主呢 就是他妻子 丑得跟猴子一样 就看不上了 最后到地域里面 建了牛锅了 说这是南驼 天父想尽了 跺下来给他准备的 吓死了就出家修行 所以叫做 离荣第一 庆喜尊者就是阿难 佛的堂地 佛为侍者 多闻第一 这个大家都知道 阿难是多闻第一 他的功劳有两个 一个叫做结极经典 二一个 你们女众要感恩他 为什么 他向我求情 容许女众诸家 这是阿难的功德 也是由他祸害 为什么呢 女众诸家佛 越早灭五百年 正好 后来不知道阿难又怎么使得 又恢复回来 又正法久住五百年 这是阿难 这是阿难 那么 父障尊者 佛之太子 逆行第一 就是罗侯罗 这为什么叫做父障呢 他生下来的时候 佛陀说了 罗侯罗有班奴 就是把我给控住住 是我的障碍 因为生了儿子 出家 就得格外又割舍一层 所以叫做父障 在他过去呢 他把一个蚂蚁窝给添了 整整天的蚂蚁窝给塞了六年 结果他也在娘肚子里面 怀了六年 生不出来 这个果报 所以叫做父障 在佛弟子中呢 他随时随地都能够秘密用功 随时随地都能够入地 所以叫秘行第一 这是罗侯罗 牛思尊者 素食恶口 敢死于暴 受天供第一 受天供养第一 这个人呢 过去笑话老和尚 吃饭跟牛一样 结果就五百世转为牛了 转为牛了以后呢 都跟佛出家挣了罗汉了 这个习气还断不了 吃饭还跟牛一样 这就佛就害怕所有的弟子里面 都变成像他这样受牛果报 所以你赶紧上天去吧 到天上去应供 人间呢 受不了你这个样子 再讽刺你挖住你的时候呢 都得转牛 最后他受到天上去应供去 所以叫做牛思尊者 天供第一 不顿宗者 福田第一 为什么 久住世间 应末时供 就是 这个谁呢 冰头罗 波罗多 他因为当时 佛不让 这个弟子们显神通 结果呢 他有一次就显了神通 佛就呵斥他 说你永远不得入灭 你在世界久住 你喜欢这个出风头 你给我就生生日式 在苏博世界 注视出风头去应供 给他撤了这么一个 所以叫做福田第一 黑光尊者 为佛使者 教化第一 为什么叫黑光尊者 他长得黑 他长得黑就罢了 他还天天晚上出去晃 晚上出去晃大了 把人家害怕了 你想想 黑咕隆咚 再加上整个黑的一个绳 印度人 你们知道吧 绳上黑的 他眼珠子白 眼珠白的就是一眨一眨的 过来的孕妇 一看见他吓死了 吓死了 吓得人家流产了 就这样出了乱子 所以佛在日界缘洗 就是晚上都不去 但是呢 他有一招 教化第一 跟他随着他教化的 佛都射受不了的人 他能射受的 夫妇两个都被他射受了 挣了阿罗汉 裹的就有一千强 你看他多厉害 所以这个 长得黑 比我说的 但是他教化小 所以叫做 教化第一 加流脱移 黑光尊者 那么防秀宗者呢 知星秀第一 这是莫和杰宾娜 他能够在天文学里边 一目楼 这个莫和杰宾娜 一成汉有就叫做防秀 而且也是他爸妈呢 祈祷星秀 二十八天 星秀呢 二十八星秀呢 才生的他 所以叫做知星秀第一 啊 善荣宗者 寿命第一 善荣宗者是谁呢 就是伯居罗 啊 因为他也长得非常好 但是为什么他 没有把他称之为这个 容易第一呢 他更觉得有一招 就是活了一百六十岁 啊 所以叫他寿命第一 怎么也死不了 啊 他那个怎么也死不了 就跟咱们现在夜里到了 怎么也活不了 是一样的 不了 啊 生下来的时候呢 他这个 坐在那儿就笑 哎呦 他妈妈害怕了 以为生下来的怪物 就把他怎么样呢 扔在锅里边 想把他火烧了 熬了 也烧不死 放在锅里边熬也熬不死 扔在水里边也淹不死 啊 最后没办法呢 扔到水里边呢 鱼过来把他一口吃了 还没死 为什么 这个鱼正好被打鱼的给捞上来 把肚子破开 沙头 他又出来活了 啊 就怎么也死不了 刀也没隔死 所以他号称叫五个死 大家看到了 这就叫夜里 能提须弥 能生俱寒 为什么 你该死的时候你死不了 你死不了你就是死不了 该死的时候你活不了 可是你不该死的时候你还死不了 他想死死不了呀 啊 一开始就妈妈想把他弄死 你死不了 为什么 生生世世迟 不杀戒 九十一截 从来不夭者 啊 这么个国报 叫做寿命第一 啊 那么无凭尊者也是佛的堂弟 叫天眼第一 就是这个阿诺佛陀 无凭第一 无凭尊者 啊 呃 因为他过去呢 最 这个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呢 他用最差的饭 但是只有这么点饭 大家都吃树皮 吃黄泥的时候呢 他把这点饭供养一个辟之佛 所以呢 就改的也是九十一截呢 从来不缺资 据一切所求 皆能够如意 就被称之为无凭尊者 啊 但是因为日子过得太好了 他怎么样呀 犯困呀 天天睡觉 结果就被河给喝制了 最后呢 七天七夜不睡觉修行 双眼怎么样 失明了 得了天眼通 三千大千世界就能在手里看一眼 这就是阿诺佛陀 无凭尊者 啊 好到这里就结束了啊 这十六位给大家介绍完了 大家看看 这十六位在佛际祖宗 都是干什么的 都是干什么的 此等常随众 本法师大事 视作声闻为影响众 经文净土 设授功德 得地义西坛之义 增道损身 自尽佛土 复明当极众 都是来听净 那我们就问说 这这么多的罗汉啊 这十六尊者这么介绍一下 大家已经都知情了 他也是真实的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 可是为什么讲净土法门 讲弥陀净土呢 都让这些排名第一的大罗汉弟子 你看 每一个尊者都是在他的功德中排名第一 对不对 为什么要这个功德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大家要知道 在这里边呀 你看 我们讲到说净土法门呢 是三根谱被 谱丕对吧 因为不但有穆连尊者的 和有舍利佛的这个大智慧 还有穆连尊者 还有这个大神通 还有这个周易盘陀铁 做鱼吃成这样 只能慰念扫把 这样的人也行 舍利佛这样的人也行 加设宗就是禅宗的地义代祖师 也行 罗侯罗是逆行第一 还行 大家想想这个净土彌陀经设计 有多感 包括后面的无量诸天大宗句 就是这个法门太可思议了 那你这里都是排名第一 还要来听这个净土彌陀 这里面也有标法 为什么说加设宗这头头第一了 要来听这个净土法门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缩破世界太苦了 大家想想 为什么把它号称苦行记忆 不知道一天要带108件东西 就这个修苦行 为什么呢 因为缩破世界就是个苦呀 这个世界没有苦行的 大家知道吗 用不了你苦行 你极乐世界再给我苦哈哈的行 你会胀道 为什么 因为你叫做大献威仪 故意限制成这个苦 骗取大家对你的恭敬 没有这么一道理 人家都该怎么活就怎么活 该吃饭就吃好的 对吧 该听法就听法 该住就在吃饱饿隔壁里 什么苦不苦甜不甜的 没有这味道 所以大家知道 头头来这表 就是表我们的什么呢 娑婆世界苦不堪言 周密谈佗节 就是说下至 反成什么呀 上根 就念个调早 就跟我们说念阿弥陀佛 你只管念佛 念佛念的什么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就是下下根有上上至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上至不如下语 弄调反成大多 结果人家周里盘陀起 反而成了上根 走吧 就为这国子为这 那这里讲到的阿南的一荣第一 那表极乐世界都是青一色的童男子像呀 笑了一下 正在阿罗汉的吃饭 还跟牛一样在那吃 为什么 因为有习气 净土法能代业往生 就是让他们来表这个法 福田第一的兵陀罗 为什么 我们虽然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但是不会住在那想涅槃境界 还会怎么样 乘愿再来 依然在这个娑婆世界 广度重生 这就是福田第一 这个伯居罗 伯居罗 寿命第一 没有生死 死不了 就表极乐世界 光寿无量 这个阿罗汉 观三千大千世界 如掌中果 表极乐世界 不是看三千大千世界 整个一大法界 都在掌中牛脸 所以这些都是极乐世界 48月里面 就是他们排名第一的法案 极乐世界随处可见 不用你排名第一 在那全部人认识第一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道理 我们才知道 为什么这里把十六尊者排名第一的罗汉弟子来 召集到这里 听这个 从事西方故事万一 所以第一点 我们要知道 排名第一 光这个第一功德也是有表法 你看 十方三是佛 阿弥陀第一 对吧 九品度重生 唯德唯求 为什么 就是在佛的这个第一缘起中 这个法门第一 特别是在咱们末法时代 我们常说末法时期了 最首选就是修进度法门 我告诉大家 正法时期还是排名第一 相信的形态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些弟子们 排名第一的各路神险 还来这儿 清文净途 当机表法 这是第一个第一 第二个来讲 大家想想 这些排名第一的功德 你看为什么 他们虽然是功德互聚的 可是在宋国世界 它只能有一样脱颖而出 叫做第一 为什么 因为咱们这儿的法门不能够总持 你在修行路上 你修了这个 你就只能修这个 他视线都不全面 只能表一方面的功德 一方面的法 他没有总实的功德 可是如果念阿弥陀佛这个净土法门 它是总实法门 就是你在这修也罢 往生到西方也罢 不仅仅你这些方面第一 而且各个都是本具平等的第一 每一个往生者都是第一 不仅仅都是第一 而且各种法门全部第一 大家能听明白这个吗 不是像咱们这人表说 哎呀水底佛这个智慧第一了 神通就不能第一 加设尊者投投第一了 仪容就不漂亮 因为他老七七的满着 都是奏文 就是这个视频 什么都是平等的 什么都是本具的 人人各个都是第一 这个法 第三个大家要表什么法 就是表如此的上根第一之人 尚且在此 听侍从开口就是讲西方境界 后面情劝往生 当性是不可思议 功德之法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你说我们还敢不一教奉行吗 我们哪一条能比得上 人家这十六尊者啊 咱们哪个第一啊 注意我们现在什么第一啊 到处第一吧 当然我们也有第一了 造业第一啊 这个甘强南化第一啊 不知好歹第一啊 借待不堪第一 这些都是第一 所以大家知道 这样的上根人 上次来次当机 何况我们这些下下根里面的下下根 我们给大家不止一次的说过 我们这个末法时期的圣祸 处理都处理不去了 只有阿弥陀佛不嫌弃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里的这一番生意呢 我们要善知佛意 善满佛愿 大家发现了没有 就是我们总是 让佛菩萨要满我们的愿 求一下我要怎么怎么样 我们这些愿都是自私的 向外攀缘的呀 就被我这个我执 给打了折扣 这些愿 所以弥陀才在这 射这个一门 让我们满他的愿 大家发现了 只要我们满阿弥陀佛的愿 那么就等于说 愿神西方净土中 满他的愿 其实正好是圆满的满了我们的愿 大家现在阿弥陀佛的这一番苦心 把这些大弟子们结合在这里 来同文西方圣旧 来同文西方圣旧 那这个要再接一下 这才是真正这里叫做影响众 你看视作声文为影响众 现在清文净土摄寿功德 得第一亿西坛之一 什么叫做第一亿西坛 大家明白吗 这个方应该以前听过 听过啊 什么叫第一亿西坛 四西坛是什么西坛 对 我知道了 看来还不错 什么叫做西坛 好像我这个法坛上 就不止讲了一次两次 至少有三次 这个西坛就是说成就的意思 最早的翻译 后来翻译成普遍的故事 就是成的意思 让这四种方法 成就一切众生的佛道 就叫做成 西坛 成的意思 那么成的方法有各种各样 首先有一个叫做世界西坛 就是这个人呀 他刚开始吃不消 这个解脱法 那就给他说点世界法 陪着你转眼转眼 让你心生欢喜 闻着事月 心生欢喜 随着人我的这种假名 我给你讲 咱们在这个世界里面 慢慢的修点善法 这就叫世界西坛 是让你生善 那么这个各个为人西坛 就是让你增善 增加善本 每个人随你的根基 素是重的英美的生前 所每个人的所应该 让你生正性 起善心 好 让你增加善根 这是第二 对治西坛呢 就是你哪一个贪欲重 让你干什么 称恨性重 让你干什么 种种的法要 对正下要 浅除众生的这个恶病 你哪一个方面的漏列性 体现的特别突出 那就这样来对治 可是大家要知道 这三种都是为了最后一种 就这里讲到的 第一 西坛的利益 见大家的机缘成熟了 给大家说诸法 实相 实相诸法 让你入真理进去 这就叫第一西坛 所以你可以跟大家讲过 西坛法文不再实现法上论 只要你今生就得解脱 在这个法上论 欧瑜大师的解释也是说 经文净土设受功德 让大家得第一西坛的真实利益 真实利益 听到这个净土法文 念念这个入这个中道事项 念念破这个无名烦恼 所以叫自尽佛土 复明 大名其重点 这些都是正好这个时候 该听这个法 该学这个法 儒式的诸大弟子 因为是大比丘 大罗汉 所以叫做诸大弟子 那不管你怎么大 终归是一个往生以后 在这面再来的净土行者而已 大家要知道 在这个法门中呀 他们往生了 是大罗汉帝国 我们是个大业障 不是往生了 还是一样 在这个方面 是平等的 全部都能够同德 地狱一西坛 真实功德 这个确认无疑 再往下看 并诸菩萨莫合萨 文书施历法王子 阿异多菩萨 潜传何敌菩萨 常见敬菩萨 语如是等诸大菩萨 这是经文 我们再来看解 菩萨莫合萨 此容大道心成就有情 乃卑至双用 自他接力之成 你看这个就解释得很到位了 我们就不要再多讲了 大道心众生 绝有情 就叫做菩萨 有时候也叫做大士 有时候也叫做高士 那么佛为法王 文书受佛加业 为名法王子菩萨众中智慧定义 你看连文书菩萨 哪一部经都缺不了他 就是这一部经里面 菩萨众里面手推他来 为什么要抢文书菩萨 后面有一句话特别重要 大家要听明白 因为菩萨呀法王子呀 大家都知道 非勇猛实至 这两个修士词 一个是勇猛 那么他的境界要实至 不能正解净土法 正解啊 这里既不是性解 也是理解 是正解 你看文书菩萨他 智慧第一 那我们常给大家讲到说 净土法的这个原理 只有佛刚佛能够究竟原来 这个等觉菩萨只能知道什么 文书菩萨在这里实现的 就是等觉菩萨 那在这里他当然 以文书菩萨的功德来讲 他是可以再活 在这个极乐世界 是再活 将来我们往上头呢 来千籁迎接的 如果你偏有力量 文书菩萨也许会来 反正你一入境土法界 就能建造他 包括弥勒菩萨也一样 但是他们为什么这里还要用说 只有这样的勇猛实质才能够正解 正来讲 就是现前看到 对吧 已经生在境土 这个没有问题 可是正和解还没有 这个解 你是像文书菩萨这种水平呢 他能够 肯定在极乐世界能够性向圆融 能够依这个解 能够这个像华眼镜里面的十玄门等等 这些都是圆融无碍 究竟圆融无碍 但是这些 可是他的这个解啊 只能够正解到极乐世界的现象和本解 乃至圆融无碍 他不能够完全解到 像佛这样说 这个法门为什么这么设置 原来比法藏毕竟为什么那么发愿 这个愿力跟设置 现在再回折射到苏果世界 为什么这么容易得度 真的能够变成现实 就这里面所有千丝万缕的 这些功德 文书菩萨还不能完全了解 所以他只能在极乐世界 看见是这么一个样子 这么一个情形 可能这个比喻不太恰当 就跟我们刚才讲到的 三通和三明明 只有佛能和究竟 但是文书菩萨 为什么他又有这个功德呢 因为他有勇猛实质 我们千万别觉得勇猛实质 这个智慧高升 不知道怎么修来的 它是什么呀 以信心入地勇猛实质 还是由罗斯科赛来表性 为什么叫做勇猛才能够信呢 我相信大家都有疑问 这个法文 不要说这个法文 就跟佛法一样 你每天不在这个道上 不勇猛地来去相信他 你就会怎么样 就会退 就会信 就是这个信仰 这个信 这个勇猛的信仰 你一直要这样信 我相信 就跟精进一样 柔猛强的我信 我在信上面 我再不加一点点的怀疑也罢 琢磨也罢 思维也罢 我就这样 长驱直入的信 这就是柔猛的 只要你在上面 犯了一点思维 有可能 你对进土的信心 就会松垮下来 是不是这样子 你看我昨天 喊一个法师 微信上还在说 就有同学问他 说他听了以后 一直在听课也对呀 可是他仔细怀疑 这个下来琢磨一下 他起来怀疑 为什么 他说极乐世界 到底在哪呀 是方的还是圆的 跟地球一样呢 那里的人是怎么个活法呀 怎么个存在呀 吃喝拉撒具体 说是念头一下 就吃饱了 这是怎么弄的呀 为什么 他懈怠 所以你看这个 净土的这种勇猛 你就信就好了 就这样的 你勇猛不勇猛 你勇猛你就往前信 不勇猛了 就开始琢磨 为什么 得相信自己 我得搞清楚 我得论明白 可是论明白也可以 你需要看 净土的根本经论 你净土的根本经典论处 你也没明白 你说在哪里呢 在十万亿佛同之外 是地球吗 都不是地球 那为什么不是圆的 都是一马平川呢 因为地球是 一个世界里面的 一个小小的分子呀 各种各样的世界 你看华也基本上 讲的各种世界 有的像咱们这儿的 这个虚拟善业 有是螺旋型的 有是马迹型的 有是平的 有是弯的 搞不清楚 那咋就咋就咋 反正先去几个世界 这个大家要知道 这就叫做 勇猛实质才能够正解 建筑法 那第二位弥勒菩萨 当来成佛 现居等觉 这句话又更重要 以究竟严禁佛国 为要物 故次力 就是为什么排名第二 因为弥勒菩萨他也是等觉 他再建法生佛现 已经即将 马上就会圆满了 可是为什么就圆满不了了 万德 圆满还没有够 所以必须要用这个 万行万德 来庄严清净他将来的国土 这个国土怎么清净呢 现在他要以极乐世界为蓝门 知道了 弥勒菩萨在庄严他的清净国土 现在他要参照阿弥陀佛 弥陀经里面说 彼佛国土无有众福 但有福 怎么怎么个恶 既保持八宫的随 他要参照这个 以这个为他的怨行 而起行 才能够圆满佛国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排名第二 来听这个话 因为大家知道 等觉菩萨他再过一瓶无名 就入这个长期光土 那么大家知道长期光土他不是一个死的国土 就法性生来讲 他叫长期光土 长期光土怎么表达呈现给我们呢 你怎么把它呈现到最圆满无缺憾呢 极乐世界就是有犯的 他这个无缺憾最佳状态是什么呢 他把法性能够发挥到这个现象中来 让你一路这个现象就见当即的法性 最难的就是这个 弥勒菩萨必须按照这个样板 将来把他的佛国净土演戒成这样 他才能弘扬净土 到时候说 这个也是同步往生到这里 所以从庄严上来讲 他一定要把这个法性发挥到最佳的状态 才能够不复成所一场 所以这里讲到的 以究竟严禁 你看你必须发挥到究竟 来严禁佛土为要务 那么第三个是 不休息者 旷节修行不暂停故 常经经者自利利他无疲倦故 此等身为菩萨 必皆求神经 大家看 常经经不休息 旷节都不暂停 自利利他从来不疲倦 大家想想 他为什么能够这样的放开身心 去度化众生而做菩萨 你现在我们来修行 包括我一样 咱们也算个菩萨 前前不是度化众生吗 害怕呀 说哎呀 度化众生 度化众生 把我自己的道业耽搁搁了 怎么办 是不是 说入道工程里面去度 这才是真正的大菩萨 可是我们不疑倦 入道工程里 一下就疑倦 为什么 就害怕我这行吗 能度吗 为什么 总归后面没有靠山 没有仰仗到这个 完全仰仗到 害怕呀 一切恐惧中 我们不安 不是有答案 所以大家 为什么人家这两位菩萨 我们抛开他们 不休息长精进的功德不说 就是为什么能够放开 手脚的去 身心的去 利他精进 因为已经把心 彻底无疑的安住在 弥陀大原海底 人家已经彻底相信 就是不管怎么样 我将来再极乐世界 保重 有保障 他们的保障 不是不惡道的问题 是毕竟能够原证三不退 保证能够成否的问题 所以他才能这个毫无顾忌的去当作菩萨 积累什么呀 开化横杀不量 动身 使力过上 政政之道 超出长文 朱棣之行 所有这些成佛之道 资料 都把自己的心安住在弥陀院了 现前他只要做菩萨就足够 只要精进就可以了 只要不休息就可以了 什么时候怎么样 一切人面前 只有杜总神 没有任何事 因为他没有后顾之忧 大家尝试去悟一下 这个不是说光束菩萨 你试试 如果你的心真的安住在我 保重能够往生了 这个后顾之忧 你搞定 是个什么状态 是个什么状态 我们现在真的有恐怖 有颠倒 这个状态一旦出来了 就叫做自在人 就自在 所以大家看看 这样的身位菩萨 必皆求神尽度 哎呀 我就想起念佛的庄章里了 大师之菩萨与什么呀 与什么 52菩萨 那52菩萨就代表 不但这么些身位的菩萨 还有前面前卫的菩萨 全部他就给带到 这个净土这 与其同龙无事而菩萨 以念佛心入无三人 又想起普贤行愿评 以十大愿望 倒归华藏世界来 所有的菩萨 倒归什么呀 极乐是终往生下 为什么这样选择呢 我们要从原途上科学 世前某些人的教法中 他最重要的经典 居然都这么讲 最身位的菩萨居然都这么做 而且不断的格外的赞叹这个法 而且他的英文如此之广 让我们听不到其他的 这个必然能够听到 能够向上手修行 要反思为什么这么选择 为什么这么设置 为什么 你看 往生到进度怎么样了 以不离见佛 不离文法 不离清静 供养众生 乃能肃及圆满图体度 素极圆满图体 大家看啊 不离见佛你能干什么呀 你经诸所功德就具足 对不对 你只说磕一个头 都是像佛 忏悔业障功德也具足 佛前发愿功德也具足 佛前发愿功德也具足 不离文法就是你从文思修入三国际 也是念念具足 不离清静供养众 你的福慧双修 绝不会偏 也不会走斜 也是具足的 所以大家看 越到高处 越要什么呀 精静情修 心情修修 因为就成那么一点点的 感情感情快点快点 必须这样 不离见佛 不离文法 不离清静供养众 我们现在在这里想离呀 一下就离开了 到了佛堂 出了佛堂就叫离 在极乐世界 念念都不离 这样的快速精静要保障 就能够圆满出其成就佛堂 所以我们现在因为离得远 凡复的支箭 就觉得成佛来讲 太遥不可疲了 你想到了他们这个地步 他们觉得成佛马上就要成就了呀 就跟我们百米充刺一样 那还不更快点呢 那快点怎么办呢 你需要能量呀 能量从哪里来 从三宝宗来 极乐世界依然还是从三宝宗来 就这个概念很简单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就叫做菩萨中 也还是发生到神气法 那么天人就更不用说了 即世纪环英等 无量诸天大宗聚 这个比较简单 我一旦是做的世纪环英 此云能为主 什么叫做能为主呢 就是他能够堪认刀利天之字 就叫能为主 世纪环英的福报是怎么来的呢 过去有一世是女众 发现跟别人起立塔像 高级了三十二个人 所以他就最后做了三十三天的天主 那三十二个人在四边各有八天 啊 那么这个无量即世纪环英等是什么呢 从下面来讲 等者下等四王 上等夜魔都帅化乐他化 色无色无量诸天 就是整个这二十八成天都在其中了 大宗聚为十方天人八步修罗 人非人等无度与会 都来了 我们一般都以为说 呀 地藏经里面行者都不知道排了多少 多少人啊 觉得简直是那个法规太殊胜了 这个法规更殊胜 这只不过是罗氏法师是以异议的 他现在我们读起来 烦恼的在续封里面 就不算这样的引用 所以他你看 就是无量诸天大诸巨 没有一个不在场 什么天龙八步 什么阿修罗众 什么人非人等 都来了 都是无非净土法门所设之计 看看这个 法门有多广大 有多微妙 从罗汉首席弟子 到如此的甚深深谓菩萨 乃至0033这种天龙八步 全在西方极乐世界十万亿国土 这个国土所设所成净土 所以回过头来大家想想 阿弥陀佛发的愿命 福世命多广 相信我们将来往生以后呢 再到他方国土里面去看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这个净土法门在那个国土里是怎么讲的 怎么说的大家怎么成就 在这个国土里面又是怎么讲的 甚至人家那不是讲的 管他怎么样 反正是设十方法界都归于西方净土 因缘呢很有意思 正好我们今天第八奖呢 就把序分给讲完了 那么这叫做这个大众序 后面开始呢要讲八起序 就是 耳师福告杂老师以后是不是从这 是从这开始的 哎呀从这开始就不能在这讲 那给大家汇报一下哈 刚才我们也讲到说 大云园呢我们做不了之国 本人呢鸿海 从03年来到这个 帝都 今时在凡海真园内呢 寄居了十五载 那现在英园到了 这个观世音菩萨 这个 葡萄山的这个大善之士呢 善观英远 现在来了一道寒 要邀请我们回葡萄山常住 所以呢非常抱歉 当然也不会给大家爽约 就是这部净土时要呢 要改换英远来讲 在这个法座上呢 暂时要告一段落 当然今天的时间也恰到好处 而师父告张老舍利佛 就是你们看着办 那么因为近期呢 我在这边佛学院的手续 已经也成立所了 要回我这个老家 当时在那儿精高气象 娘生法出来这么十五年 非常惭愧 我说修也就是这个样子 也没有给菩萨增光 但是呢菩萨不见死 现在让我回去 在那儿常住 那我想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非常感恩菩萨林的这个法座 为我讲得 也感恩在座的诸位 不管这几年来 林林总统来听法 我们一起的这个法医 在法上的行礼 那现在英远既然是如此呢 原来我还有点想不开 那么想不开中呢 因为在北京呢 接了这么多法园 念归一的所谓的弟子 这个法园的最深的就是一个讲法 一个这些群法 弟子随所用的 那后来想想说大概菩萨要 用的就是这个方法 因为弟兄们在一个树下都不能超过几天 一住熟的就得挪 哎呀我这十五年住的真好的 就觉得北京是 这个又有优势 又费家温暖 我自己一回到法园四星就闹听了 现在不行了 不让你这样 让你挪窝了 那就随顺这个姻缘 可能下一个月吧 回去了 就以后在福王山常住 那么我现在发愿了 就是回去安顿下来以后呢 我还会去请一套这个更加好一点的这个摄像器材 那哪怕我在山上一定这个 把这个净土食药呢 还以各种方式想发设法供养给大家 好在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网络 如此的遍及 海内从到有呢 天阳若地 当然回去安顿下来也欢迎 诸位呢可以去楚卓山 在拜观音的时候呢 观音菩萨我们也可以再去全言一句 当然我也会 肯定还会有原法再去北京 包括咱们居士领 或许以后还会有这个时间段 或者密集型的来讲一小步经典 或者怎么样跟大家来这个 或者把这诗药里边的哪一药 各的内容来端成来这里讲 看后续的英语 这个不再放下 也请大家共同来随顺这个原法 因为我自己也想一下 这离开北京了就舍不得 那将来还要离开这地球 离开这梭博世界 那可怎么舍啊 所以这也是难得的一次训练机会 迅速地就把它摆平了 那其他的话呢也不说了 就是大登不言谢 在这个讲台上呢 成就了我 讲这个中观系列课程 一部大步道的能言 手能言经 在此呢又开了净土一门 我也觉得非常知足 对我的成长呢也是非常大的 感谢大家 然后呢 以后要联系 刚才也有同修跟我询问 我在这里就公布一下 大家也可以辗转想到 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微信 可以加微信号 我的微信号是 鸿海法师的汉语拼音 如果有加微信的就加微信 没有加微信的如果以后有法律的话 可以在微信上去询问 那我在微信上也会发布一些法物 或者说进去讲什么 发到网上有什么 都会在微信里通知大家 再回普陀山常住之余 那这是我的一个主线绝不会断 所以大家呢 以后也一定能够依然听到这个 进土食药这个法 这个应远绝不会断 但是加了微信呢 以后你们也 就是有问题可以启用 可是我的那个微信群里 人确实不少 然后大家也 我起这么个名 他起那个名 就不是真名 我也认不得 所以这个请大家先见谅一下 有时候来的我未必能够及时回 所以有真正有问题 或者什么大家可以问 平常的话就看我们 微信上我会发朋友圈的一些 一些动态 然后我们现在在微信上也有讲法群 有一个文思讲堂虽然满 但是政法学堂已经有四个半 这四个半个里面呢 是预备群里面 也可以加进去 现在正在剪金刚经 这些都不会谈 文思讲堂里也在讲这个印度文操 也会发到这个我的微信上 作为音频 大家也可以进去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现在 短剧的神通 显这个连接的不断 当然有问题可以问 也不要 就是说没问题也要问 有时候现在微信上也怪的很 很晚了 哆一响 打开一看了 师父今想您在吗 想入了 那我说你说吧 什么事 你说 有一件事情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说呀 都十一点多 你什么事说呀 我害怕有不敬 就这样 前面没用的就磨了三四个 没有什么问题你就说 我懂了我就给你回答 不懂了 你再宁静了 你就这样 所以这些就不用了 即使有房屋也回答不了 大家发上去就可以了 大致如此 其他呢就废话少说 总归我们就是 万法就是因缘生 因缘灭 但是我们的法生会灭 不会灭 我们同生西光的星不会灭 将来一旦这几十年的光景 管它怎么样过去了 一旦在极乐世界再相会的时候 那就是别有一番 正常的风景 不会有这个天下没有 不散的一天行 再不是在生命法里面散 我们的法生一起在一起 所以感恩大家 神奇大家 希望在以后的道业和文法中 我们能够白痴干头更进一步 好 现在一起合掌回向 文法公德书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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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边圣福皆回向 无边圣福皆回向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合萨 一切菩萨摩合萨 摩合般若波罗蜜 摩合般若波罗蜜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勿无声 花开见佛勿无声 哦魏多佛我 哦魏多佛南无 哦魏多佛南无 哦魏多佛 哦魏多佛 三辈子 五感恩